中共中央宣传部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党的18届六中全会新闻发布会 会议邀请了中央纪委中组部中宣部的负责同志 介绍18届六中全会情况 解读会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并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黄坤明 首先介绍了六中全会基本情况 和学习宣传全会精神主要安排 他说全会的基本精神和重要成果 在全会公报中做了集中阐述 一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二是审议通过准则和条例两部重要党内法规 三是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党的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决定2017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党的19大 他说党中央专门就学习宣传全会精神 下发意见做出安排 中宣部将认真抓好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对全会精神的学习 组织新闻媒体全方位多角度宣传阐释全会精神 会同有关部门组建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 赴各地开展面对面的宣讲 黄坤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明确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 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 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根本保证 是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迫切需要 中组部副部长齐玉介绍了准则的有关情况 此次制定新的准则是完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需要 这次六中全会在以制定党内政治生活准则 和修订党内监督条例为重点 专体研究全面从严治党 这样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就都分别通过一次中央全会进行了研究和部署 这是我们党的一个整体设计 准则共三大板块十二个部分 第一板块是序言 阐述党内政治生活的重大作用和历史经验存在的突出问题 面临的刑事任务以及新形式下 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性紧迫性 提出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目标要求 第二板块是主体部分 从十二个方面对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 提出明确要求做出具体规定 第三板块是结束语 主要讲加强组织领导和督促检查 高级干部带头示范 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80年的这个总则 它的基本的原则和基本的要求 在今天呢 仍然是实用的 比如这其中关于这个坚持党的政治露线 思想露线 关于维护 党的集中统一 严格党的纪律 关于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 不准搞特权等等 现在已经过去有36年了 所以有必要制定一个新的种则 之后 中央纪委副书记吴玉良介绍了条例和全面从严治党 加强纪律建设 强化党内监督有关情况 此次修订条例 以党章为根本遵循 全面贯彻习近平总收集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围绕理论思想制度构建体系 围绕权力责任担当设计制度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 强化责任担当 二是坚持问题导向 不贪大求全 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 增强现实针对性 三是坚持信任 不能代替监督 强调党内监督没有禁区 没有例外 同时抓住关键少数 将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 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 作为监督重点对象 四是坚持民主集中制 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 改进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 发挥同级相互监督作用 规范党内监督与其他监督方式的关系 实现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这个大背景下 随着党内监督条例的修订和实施 党内监督已经实现了全覆盖 同时呢 按照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 我们也要对行使公权力的 所有公职人员的接受监督 也要实行全覆盖 那么所有的公职人员 如果因为腐败触犯了法律 都要依法受到惩处 发布会由中宣部副部长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 蒋建国主持 约130余名中外记者 参加了新闻发布会